Odio Jungle Odio Jungle 长期以来,机炮一直是战机的标配武器,仅有很短一段时间消失,后来证明这是败笔后,又重新装上战机。 如今进入五代机时代,机炮依然在港,但是很少有机意识到,我们已经悄然取消了歼20的机炮,让歼20战机成为唯一一款没有机炮的五代机,美俄契金不敢拆掉自己战机的航炮,红圈处原本被怀疑是机炮位置,后来被证实不可能安在那里,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一点说法。 但是到目前为止,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歼20安装了航炮,我们敢于不给歼20装机炮,这属于多方面因素考虑的问题。 五代机空战将拥有全新的方式,机炮已经不能适应这一要求。 航炮为标配现有的机炮存在许多不足之处,首先是固定安装,这让它的射界非常有限,使用不方便,靠调整战机姿态来瞄准,反应速度等方面严重落后。 其次,射程有限,至多只有3000米的有效射程,实际使用距离更远,与格斗导弹已经没法比了。 最后,威力不足,机炮的命中率低,趋命中多发才能击落目标。 早在上世纪90年代,美军就进行了一个研究工作,发现空战中97%的情况下,不需要使用机炮。 机炮使用的概率只有3%,处于可以省略的状态。 阵风战机的航炮准备现代五代机空战中,双方战机进行近距离纠缠的机会越来越小,甚至会成为要避免的事情。 毕竟五代机的主要优,是就是隐身,可以无声无息地接近对手。 或者说机炮射程之外,对目标进行攻击,也许对手受到攻击时,尚不知道攻击来自何方。 其次,五代机的机动性更佳,不等于一定要与对手进行近距格斗,在尽可能远的位置进行远程攻击才是主题。 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不好吗? 也许大家可以回顾一下,去年的一个小笑话,使用五代机与对手格斗是蠢,歼20再次作战的目标是取胜,而不是公平决斗,不管方式如何,只要达到目标就行了,本身就相当灵活,动力也相当充足,再加上超寻功能等,完全可以避免格斗的发生。 最后,即便拆机炮,歼20的格斗能力也不会弱,实际为格斗能力更更凶狠,一门航炮加上几百发的炮弹,重量达到几百公斤,如果取消将发挥不了的减重效,自身重量减轻,可以变得更灵活。 头盔瞄准系统加新款格斗导弹,可以更有效的打击目标,使用机炮,往往要更加接近,反而不利了,不利于发挥五代机的隐身等优势了。 歼31似乎也没有机炮综上所述,安装机炮并非必要的,不安装的好处更好,不仅减重,还可腾出不小的空间,也让设计可以省事不少,优点不少,或引领未来潮流。 不装机炮就是未来的发展